暑假期間為了讓偏鄉地區也有醫療服務 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日前來到台東縣蘭嶼國小跟紅橢社區 進行一系列的運動教育 議診跟衛教宣導活動 每年都會到蘭嶼這邊來議診 那希望借助這短時間的議診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讓學生可以來這邊辦理小朋友的營隊 那再結合議診跟衛教宣導的活動 除了讓居民可以有議診的服務之外 也可以從小扎根 這次活動安排中醫議診跟衛教宣導 主人表示 又已長期在山上勞動 經過議診團隊治療 疲勞的身體舒緩許多 台中教育教育學院表示 這次首度結合營隊跟議診活動 不僅讓參與學生學習成為一位素養 導向的教師 體認到社會上每個角落都有不同故事 不同的族群需要幫助 更開拓學生的生活領域跟視野 有些新聞小明星大聖台東南語採訪報導